大家好,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这里每天为大家提供最新最热的娱乐八卦新闻 喜欢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张子峰自爆,杨子离开向往 张艺青没有送礼物 原因笑翻全场 大家都知道新一季向往的生活播出 吸引住了大伙的普遍关心 这一部综艺节目 它更像一种内心的慰藉 告知我们可以有些外一种日常生活 无需束缚在高压的自然环境里 在新一期的综艺节目中 杨子作为嘉宾赶到了蘑菇屋 受到了黄磊和炯彭玉唱张艺青和张子峰的欢迎 也给大家观众们产生了新的快乐 而杨子近几期在综艺节目中 和朋友在蘑菇屋玩的也是很开心的 她的来临让全部蘑菇屋充满了青春年少气场 杨子刚到这逐渐干活 真的是向往的生活里 第一位这般努力的女特邀嘉宾 本来是客人却像一直在这里日常生活的人一样 并不是积极刷碗 便是积极帮助和张艺青指数 看两个人的互动交流 默默地抠躺就行 近日张子峰参加某综艺节目 在访谈时 她表明杨子拜访向往 可以说尚想有道 一段舒适美好的时光 也是砍财 也是和张艺青做大拖拉机指数当 但是有相距就会有分离 但是杨子姐姐近期犹豫工作中 当缘故要提前离去 大伙儿也是舍不得赠送 接着张子峰表露 杨子姐姐离去蘑菇屋的情况下 大伙儿也是提前给她准备了小礼品 但是张艺青小帅哥 则是个除外 这也是令人不解 对于此事张子峰吐槽 张艺青说 网民的双眼如同福尔摩斯 万一送一个和他人撞款当礼物 又大伙儿上热搜榜 想一想 或是叫邻居的孙洪蕾送吧 哈哈 这缘故也是让大伙儿笑翻 自然张艺青和杨子 都将保持距离 保证了完美 彻底不给大伙儿 闻过似飞的机遇 期待他们之后能有出色的著作 发展趋势的更强 小伙伴们对于此事 你们怎么看 众所周知 由何炯 黄磊 彭玉畅 张子峰 张艺青 常驻向往的生活物 播出后 蘑菇屋因为过于家土四壁 受到网友关注 如今节目从开始的 一无所有到现在仓库边超市 小船变电动船 这一点不得不说节目的确是用心了 让节目升华了 而在本期千呼万唤史出来 大家期待已久的杨子 终于去蘑菇屋做客了 而在节目里 杨子京剧不断 从刚开始走进蘑菇屋 就暴露了自己的画老本质 她与张艺青一起去种树 张艺青主动给杨子忽悠烤肠吃 两人还穿着同款睡衣 杨侯兄妹同框 互动更有看点 粉丝全程嘴角上扬 屏幕都是粉红色泡泡 当然在杨子的带动下 妹妹张子风更是打开了画夹子 谈及自己的大学生活 近日黄磊出席 某节目在采访时她坦言 每个人的年龄阶段和经历不一样 所向往的生活也不一样 你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才是你心中最向往的生活 什么最重要 开心最重要 就像人家杨子一样 不愧是大家认证的开心果 妹妹张子风 见到也变化老了呢 哈哈 随后黄磊透露 上次杨子离开向往的生活后 张子风也是标类送别 对此不少网友也是好奇 平时生活中的杨子 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黄磊的评价是 一语重地透明的心 一个懂得处理人情事故的小姐姐 简而言之 就是夸她情商高 对此大家也是纷纷表示 很中肯 当然这次杨子 在向往舞的表现给大家 爱带来了新的感觉 主动干活也不摆架子 反倒是很快地融入了大家的节奏 少观众倒是希望杨子 能成为的常驻嘉宾 张子风作为妹妹 加上年纪又最小 因为向往家族 都是非常宠溺张子风 妹妹张子风的变化和进步 是最明显的 在新蘑菇屋中 她时而文静 时而大方 纵使遇见大表哥 张一星 她也是主动上前打招呼 虽说羞涩感依然存在 但整体状态确实是比以前好太多了 和家人们和谐互动 与乖巧的性格 备受网友称赞和喜爱 近日张子风在采访时 她表示 向往虽然都是琐碎寻常事 但那鲜活可爱 又温馨的气氛 大概就是真正的向往的生活 不过这两期的搞笑担当 当属张一星 面对画老天赋开启的杨子 她最近的笑容都是变多了 一个爱笑的男生 结果遇见了一个能够逗她笑的人 可以说最后整个人都要快乐不停歇了 随后张子风调侃 前两天我还问张一星 说杨子姐姐走了 最近我老是梦见她 怎么办啊 对此大家也是好奇 而张子风也是调侃道 张一星小哥哥说了一句 哪天有时间 要不要我开拖拉机 带你去接杨子 哈哈 这回复也是让大家笑翻 在采访时 她表示 不管向往节目的内容怎么变化 大家的田园生活依旧让人向往 就像一直在工作 连轴转的张一星 来到这里过起了归原田居的生活 在这里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里 她似乎也多了些思考 当然张一星凭借与生俱来的幽默细胞 和大家产生来很好的化学反应 随后张子风透露 看着大表哥张一星这么辛苦 向往五五一放假后 我也是第一时间邀请哥哥张一星 彭玉畅去看电影 不过被他们拒绝来 这也让大家不解 对此张子风解释道 张一星他们去看电影吧 还有好多活 不去看电影吧 妹妹的电影又上映来 想想还是干完活再请我 还说五一人多 哈哈 这理由也是超搞笑 当然张子风成为蘑菇屋的团宠 也是众望所归 无论是实力还是气质 张子风都当之无愧 不知道节目播出后 他与张一星彭玉畅 他们在节目中会不会有更加有趣的表现呢 还有今日 近日向往的生活官方账号还发布了一张杨子和大家同框的合照 合照中杨子坐在了中心C位 同坐在C位的还有张一星 要知道从张子风参加向往的生活开始 合照时妹妹就一直都是C位的 就算是张一星加入进来妹妹团宠的位置也没有变动 但是这次杨子一来妹妹团宠的位置就变动了 很多网友都表示这是导演组故意这么安排的 近段时间杨子和张一星的传闻热度高 所以拍照时故意让两人坐在中间制造话题度 也有网友表示杨子作为嘉宾 拍照占C位很正常 不然向往的生活也太不懂代客之道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从向往可以看出 虽然杨子看上去性格大大咧咧 但是却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相信这周的母姑屋有了他和张一星 这么多年轻的小伙伴一定会非常有看点 我们一起期待吧